今天我们是讲这个还有一分钟 今天我们是讲那个第一章节的第三四三四小节 如果有时间把第五章也第五小节也讲了 我估计只能是前前三四小节 第一节和第二节有说啊 前面一节课啊前面就是大概是上个星期吧 上个星期放假之前放假之前给大家讲了 把第一小节和第二小节讲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三四小节 三四小节的话第三小节看一下内容 第三小节是建设工程项目的组织 建设工程项目的组织它是分为 首先来看一下什么是系统 系统的目标和系统的组织关系 什么是系统 一个学校可以是一个系统 一个医院是一个系统 一个企业也是一个系统 我们这里的系统 我们要学的系统就比较抽象 是建设项目 我们把建设项目可以当成一个系统 当成一个系统 那影响影响系统目标实现的主要因素 总共有三个 第一个是组织 第二个是人 第三个是方法和工具 第三个是方法工具 第一个是组织 组织是排到第一位的 所以它是最重要的 所以它是在最重要的 好看一下下面的一句话 系统目标决定了组织 而组织的目标 组织是目标能否实现的决定性因素 是什么意思 系统的目标 首先要有目标才有了组织 目标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拿着钱是建一个医院的 还是建一个学校的 首先要有目标 目标然后才能决定了这个系统要做什么组织 要组织哪些人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要有先有目标 然后目标决定了系统的组织 好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是组织是目标能否实现的决定性因素 反过来说如果目标决定了组织的话 那组织就是目标能否实现的决定性因素 刚刚也说了影响目标实现的总共是三个因素 第一个是组织因素 第二个是人的因素 第三个是方法与工具的因素 组织因素放在第一位 所以它是起了决定性因素 起决定性因素 第二个是看一下下面这句话 控制项目目标的主要措施 包括了四个措施 有组织措施 管理措施 经济措施和技术措施 这就是四大措施 是第一次出现 第一次出现 第一次出现是在第一章第三小节 组织这章节出现了 有组织措施 管理措施和经济措施 还有一个技术措施 好下面一句话 对项目管理进行诊断 首先应该分析组织方面存在的问题 所以在项目如果一个管理出现了问题 你首先要看一下是不是组织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 是不是组织的问题 所以在项目出现了一些变化的时候 首先要查看是不是组织出现了问题 好第二个 第二个考点是组织论和组织工具 组织论总共分为三个 组织论研究是研究的是系统的组织结构模式 总共三个包括 第一个是组织结构模式 第一个是组织结构模式 第二个是组织分工 第三个是工作流程组织 好下面下面一个图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组织论 组织论的话 它总共分为了三个 三个的话 三个大的方面 一个是组织结构模式 第二个是组织分工 第三个是工作流程组织 其中上面两个 它属于是静态的 静态的关系 下面有一个是动态的关系 动态关系 这是区分线啊 所以上面都是静态 下面是只有一个工作流程组织 才是动态的逻辑关系 动态逻辑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 组织结构模式又分为了三个 三个 第三个结构模式 第一个是职能组织结构 第二个是线形组织结构 第三个是矩阵组织结构 组织分工分为两个 一个是工作任务的分工 第二个是管理职能的分工 管理职能的分工 好 工作流程组织分为了三个 第一个是管理工作流程组织 第二个是细细处理的工作流程组织 第三个是物质流程组织 所以它总共 我们来看一下反观这个图 组织论总共分为了三个大部分 前两个是动态的 下面一个是前两个是静态的 下面一个是动态的 然后静态的又分为组织结构模式 组织结构模式又分为了三类 三个结构模式 职能 现行和矩阵 组织分工又分为两个 一个是工作任务的分工 一个是管理职能的分工 管理职能分工 工作流程组织分为了三个 一个是管理工作流程组织 一个是信息处理工作流程组织 一个是物质流程组织 好 大家跟上啊 如果就是我在说的时候 你能把这个图一下子印到脑里 这是我们上课的一个目的啊 上课的一个目的 不是讲讲就过了 不是讲讲就过了 关键是你要把它给记住 不耽误你的时间 反正你要听课 所以所以在课上最好把它记住 最好把它记住啊 所以这个是组织论 组织论我们来看一下 组织论总共可以组 总结为四图两表 四图两表 哪四图哪两表 先看两表 两表是工作任务分工表 一个是管理职能分工表 管理职能分工表 这是两个表 哪四个图 一个是项目结构图 一个是组织结构图 组织结构图又叫做 管理组织结构图 其中的还有一个 没有写出来是一个合同 合同结构图 合同结构图没有啊 所以它是六个 它应该是六个 再加上一个工作流程图 所以是四图两表 四图两表 四图两表啊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有组织结构图 项目结构图 工作流程图 工作流程图 还有一个合同 合同结构图 合同的 还有两个表是工作任务分工表和管理职能分工表 管理职能分工表 好 就是这里啊 好 这个图已经讲过了 来看一下 首先看一下第一个 第一个是项目结构 结构的分析 首先来看项目结构图 项目结构图 它是通过树状图的形式 树状图的形式 就是下图 像树枝一样往下进行发散 进行发散 从这里 然后发散成两枝 然后这里又发散成很多枝 N枝 好 它是以树状图的形式 进行独层分解 来反映所有的工作任务 所以项目结构图 它反映的是工作任务 局形框代表的是工作任务 之间要用连线进行连接 用连线进行连接 同一个项目 可以有不同的分解方法 分解应该和实际的部署 和合同结构相结合 相结合 意思是说 这个比如说下图是 某地铁一号线 它分为了车站工程和隧道工程 车站工程又分为了 A车站 B车站 N车站 那隧道工程又分为了 AB段 BC段 它是不是可以 还可以其他方法的 其他方法进行分解 只要分解 应该和实际部署 还有合同结构相结合就可以 它不是一种分解方法 它可以有多种分解方法 怎么方便 怎么来 要根据你的合同的结构 要根据你的合同的结构 以及实际的部署 实施部署有关 你这个分解的原则 分解的原则 这个是项目结构图 项目结构图 然后第二个是项目结构编码 项目结构编码是信息处理的一种 一种基础的工具 一种基础工具 它是个笔 老师 好 一种基础工具 项目结构编码是 的依据是项目结构图 也就是说 我们的结构编码 都是依据的是项目结构图 刚刚那个竖状图啊 根据竖状图进行编码的 进行编码 好 每一层 他说对每一层的每一个组成部分 都要进行编码 项目结构的编码和 用于投资控制 进度控制 质量控制 合同管理和信息管理 他这个编码 编码不 可以用于投资 进度 质量 合同管理和信息管理 都可以用到 这个项目结构编码 这个编码有密 有紧密 有机的联系 它们之间又有区别 又有联系 项目结构图和项目结构图 编码是编制 上书编码的基础 这个上书其他编码是指的 投资控制 进度控制 质量控制 合同管理和信息管理 这个是其他 也就是说 它是基础 它是上书其他编码的基础 好 这个是只需要 记着这一句话 项目结构图和项目结构编码 是编制其他编码的基础 好 看一下第四个 第四个是结构 组织结构 组织结构 第一个是基本的组织结构模式 首先看一下组织结构图 组织结构图是反映反映的 刚刚我们说的是项目结构图 它反映的是工作任务 然后组织结构图 它反映的是组成的部门之间的组织关系 或者这个组织或者叫做指令关系 反映的是指令关系 各部门之间的指令关系 或者各部门元素之间的指令关系 各部门之间的指令关系 这个局形框代表的是工作部门 用单向箭头进行表示 指令关系用单向箭头 刚刚工作任务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没有任何指令关系 它是用数项进行表示 数项进行表示 结构论的三个重要的组织工序 就是前三个 第一个是项目结构图 第二个是组织结构图 第三个是合同结构图 我说了合同结构图是自己加的 刚刚加的 所以是四图两表 前三个是最重要的 看一下项目结构图 它是由项目 它是由这个直线进行连接的 连接的是工作任务 连接的是工作任务 极胸康代表的是组成的部分 也就是工作任务 极胸康代表是工作任务 第二个是组织结构图 它是用单向箭头 这是他们的区别 这张图非常重要 这是他们的区别 那直线的话 那就直线连接 单向箭头连接关系是指令关系 指令关系 局情况代表的是工作部门 或工作部门之间的指令关系 第三个是合同结构图 合同结构图是双向箭头 既然是合同了 是不是指签合同的双方 参与单位 也就是说业主与承包方进行签的合同 所以用双向箭头指向 表示的是合同关系 表示的是合同关系 好看一下 这里第一个图就是项目结构图 局心康代表的是工作任务 所有的局心康代表的是工作任务 想一下组织结构图 它的这个 是不是代表的是工作部门 工作部门之间的关系 它是不是少了一个箭头 是用单向箭头进行连接的 工作部门 这个是合同关系 是用双向箭头 比如说业主于总承包单位 总承包单位 又于分包单位进行签合同 是用双向箭头进行签的 好 第二个就是常用的组织结构模式 常用组织结构模式总共是三个 第一个是职能的结构模式 线形结构模式和矩阵 组织结构模式 好看一下职能 职能它是传统的组织结构模式 传统的 第二个是线形是国际上常用的 国际上常用的 矩阵的话是大型的项目 适用于大型的项目 我们来看一下职能的话 它是有多个指令员 能够对直接或非直接的下属下达命令 缺点是有多个矛盾的指令员 影响企业的运行 我们来直接看一下这个图 这个是职能组织结构 它是有多个的指令员 也就是说 A可以向B1和B2下达命令 那B1可以向C1 C2 C3 C4下达命令 也就是说 他们接收了不同的 那C1 C2 C3 那B2 也可以向C1 C2 C3 C4下达命令 也就是说 它C2接到 可以接到B1的命令 也可以接到B2的命令 所以它是有多个指令员 亦发生矛盾 那他们都向它下出命令 是听B1的还是B2的 所以亦产生矛盾 它适用于中小型企业 中小型企业 它只是适用于中小型企业 它是传统的 传统的一个组织结构模式 好 看一下线性的 线性的组织结构 它是有单个指令员 单个指令员 像A下达命令到B1 B1下达命令到C1 以至C1可以到D1 以及到最后 以及到最后 但是它有个缺点是 指令 指令路径过长 容易失真 也就是说 A下达一个命令 要想传到Z的话 ABCDEFGE 一直一级一级往下传 传的话 一直传到Z的话 矛盾 这个指令是不是过长 中间的话 这个消息容易失真 传到传到最后 可能就传的不是那个命令了 所以容易失真 容易失真 但是它是有单个指令员 它适用于中小型企业 中小型企业 它是国际上通常用的 国际上通常用的 好 这个可以想象 如果线形结构模式 线形组织结构 你想不起来 你可以想到 把它比喻成军队 军队的话 就是符同上级命令 指符同上级的命令 那我们这个线形呢 我们这个线 我们这个职能的话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学校 想象成学校 学校的话 如果学生是C2的话 也就是说班主任可以向他下达命令 各科的老师也可以向他下达命令 这个可以想象成一个学校 也就是说 有多个的指令员 然后容易产生矛盾 容易产生矛盾 好 这里是军队 可以想象成军队 线形的 第三个是局阵组织结构 局阵组织结构是由两个指令员 是由两个指令员 适用于大型企业 那如果两个指令员发生矛盾 怎么办 找A 找他的最高指挥者 找A就可以了 像这个图就要找A 找他的最高指挥者 比如说 这个点 这个指令是由B1和C1进下达 如果B1和C1有矛盾的话 他直接可以找A 去解决矛盾 去解决矛盾 但如果大家都去找A 去解决矛盾的话 A可能会被累死了 累死了 所以会有适用下面的 我们先看下面这一串 注意的地方 横向可以是各个的项目部 横向可以代表是项目部 也就是横向 就是C1 C2 C3 代表的是项目部1 项目部2 项目部3 纵向可以代表是各个职能部门 纵向的像B1 B2 B3 可能代表了 代表了这个财务部 后勤部 职能部 各个职能部门 各个职能部门 这个是要考的 最后一句话 这个注解 横向代表的是项目部 然后纵向代表的是各个职能部门 各个职能部门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说了 如果都像 如果都像 这个 都像这个单位进行指令的话 会有矛盾 都会找到A 那A可能会累死 那怎么办呢 会出现了这种形式 比如说有实现的 有虚线的 当出现实现和虚线的时候 一般是听从实现的 比如说这个就是 听从C1的 如果出现矛盾 听从C1的 那如果这里出现矛盾 就是听C2的 这里的话 就是以纵向为主了 以纵向为主 这里可以听B1的 然后B2的 然后B3的 如果出现矛盾的话 以纵向为主 以纵向为主 好 这里是三个 三个的话 我们来总结一下这张图 好 职能是有多个指令员 多个指令员能够直接或非直接的下达指令关系 然后缺点的话 有多个矛盾 然后影响企业的运行 影响企业的运行 第二个是现行 是国际上常用的 它是只有一个指令员 想象的军队 想象军队如果区分不开来 它就是军队 它就是学校 它只有一个指令员 然后独机下达 有唯一的指令员 可以避免指令矛盾 但是由于路径过长 消息容易失真 第三个是局阵的 局阵它可适应于大型的项目 它是有两个指令员 当横向和纵向下达命令的时候 矛盾是由最高指挥进行协调和决策 也可以设定纵向或者横向 为主要的指令部门 来减轻工作量 也减轻工作量 好这里都说过了 所以这三个考察的是这三个 它会混着考 它的优点和缺点混着考 你不要把职能看成现行 把现行看成职能了 如果想象不出来说了 现行的话就是军队 现行就是军队 然后职能的话 你可以想象到学校 所以它是有多个指令员 然后会出现矛盾 会出现矛盾 好这里是三个组织结构模式 好第五个是 第五个是工作任务分工 首先看一下工作任务分工 各方都应该编制各自的项目管理任务分工表 也就是说五方都应该编制各自的项目管理任务分工表 各用各的各用各的 好每一个建设项目都应该编制项目管理任务分工表 是组织这个项目管理任务分工表 是组织设计文件的一部分 这个是个考点 是组织设计文件的一部分 好看一下编制程序 在编制分工表之前 首先应该做的是对任务进行分解 第一步把任务进行分解 第二步 在此分解的基础上明确主管部门 主管的工作部门和主管人员的工作任务 第二步是不是明确任务 第二步是明确任务 第三步在明确任务的基础上 然后编制工作任务分工表 所以他的工作任务分工表的程序 总共是三步 第一是分解 把任务进行分解 第二步是明确各个部门 各个工作人员的任务 第三在以上两个基础上进行编制 编制任务分工表 任务分工表 总共是三步 好 看一下 工作任务分工表 工作任务分工表的话 它是由主办 要主要是明确主办 另外要明确协办部门和配合部门 这三个部门分别用三个不同的符号来表示 在任务分工表的每一行中 每一个任务都要至少要有一个主办部门 没有说协办和配合有多少个 但是你必须要保证有一个主办部门 主办的工作部门 第三运营部和物业开发部 是参与整个项目的实施过程 而不是在项目竣工前才介入的 也就是说这个运营部 我们通常所说的我们的小区的物业 以为是这个项目建完了之后才有这个小区物业 不是这样的 它是参与了整个实施过程 也就是从项目开始的时候 它已经参与其中了 运营部和物业开发部要参与整个项目的实施过程 整个项目的实施过程 好看一下 第六是管理职能分工 管理职能分工的 好看一下管理职能的分工的内涵 它是有多个环节进行组成的 首先是提出问题 第二个是筹划 第三个是决策 第四个是执行 第五个是检查 怎么考呢 一般会考筹划和决策 然后让你区分 第二个怎么考 第二个就是考一下排序 考一下排序 我们看一下 首先有问题先提出问题 提出问题之后 提出了多个问题 有可能有多个方案 首先筹划里面要有多个可能的方案 然后对多个可能方案进行比较 筹划就是两步 然后有多个可能的方案 然后对可能的方案进行比较 筹划之后进行决策 决策就是从多个方案中选择一个 决策 决策就是选择一个比较好的方案 就是决策 然后再执行 执行决策 然后选择 根据这个选择的方案进行执行 进行执行 执行之后 看一下决策是否执行 执行的效果如何 就是检查 管理是多个工作环节组成的 有限循环的过程 也就是说提出问题 不断的提出问题 不断的进行筹划 不断的进行决策 进行执行 进行检查 是一个循环的过程 循环的过程 不断的发现新问题 进行整改 这是管理职能分工 想一下哪五步 如果想象这个图 在脑子里想一下哪五步 然后筹划 是不是有两个字眼 筹划的是有 要有多个方案 然后在多个方案中进行比较 这才叫筹划 什么是决策 决策是从多个方案中 选出一个方案来 然后根据这个方案进行执行 然后再进行检查 首先你想象五个步骤 首先如果没有这张图 或者没有这个 首先想象第一步是什么 第二步是什么 想一下第三步 第四步和第五步分别是什么 提出问题 提出问题之后进行筹划 然后进行决策 执行 然后进行检查 好过去了啊 这个题过去了 好看一下第二 管理职能分工表 用表的形式反映了项目管理职能分工 当管理职能分工不足以表达清楚的时候 应该用管理职能分工描述书 加以辅助 加以辅助 也就是说管理职能分工描述书 是辅助管理职能分工表的 好 那我国呢 我国习惯是用岗位职位 岗位职责描述书来描述 每一个工作部门的工作任务 也就是说岗位职责描述 是我国习惯用的 而不是国际上 那国际上通常就是管理职能分工描述书 如果选项中有岗位职能描述书 那就是打差的啊 打差 好第七个 第七个就是说到了工作流程组织 工作流程组织包括了三个 第一个是管理工作流程组织 第二个是信心处理工作流程组织 第三个是物质流程组织 物质流程组织 看一下他们三个之间的内容 管理包括了投资控制 进度控制 合同控制 最重要的就是付款也是管理 设计变更也是管理 这两个都是要考的一个考点啊 高频考点 付款啊 哪里哪里要付钱了 它属于管理工作流程组织 设计变更也属于管理工作流程组织 那信息处理一听它的名字 信息的话一般都是与数字有关的 与数字有关的什么报表 啊 这里与生成的月度进度报表 报表有关的进度 反正与数字有关的就是信息处理工作流程组织 还有一个是物质流程组织 物质流程组织 它反映的是某一个实质的 实质的物品啊 实质的物品 那我们看一下 钢结构 它已经细化到某一个具体的一个事物上了 钢结构深化 深化的设计工作流程组织 是不是钢结构 还有弱电工程流程组织 以及外力面 你记得前面两个你用排出法排到第三个 那物质流程也可以做出来 你想物质嘛 它肯定是要有一个实物的 要有一个实物的 这是这三个 这是这三个工作流程组织 工作流程图 我们来看一下工作流程图 反映各项工作之间的逻辑关系 好 工作流程图是反映各工作之间的逻辑关系 局形框代表的是工作 界限 它是用单向箭头啊 用单向箭头 界限来表示工作之间的逻辑关系 零形框来表示判别条件 判别条件是用零形框 也可以用两个局形框来分别表示工作和工作的执行者 也就是说这里可以是工作 也就是可以工作 工作者啊 工作的执行者也可以 也就是人也可以这样写 人也可以 好 这是工作流程图 下面就是提了 我们来回想一下啊 我们学了这张的话 总共是四图两表 想象哪四图 哪两表 哪四图 哪两表 分别都是用什么的 什么来表示的 好 还有一个是学了一个结构 组织论 不是结构论 组织论 组织论分别 包括了三大内容 哪三大内容 大家现在还想得起来吗 看讲过了之后 是不是还能想得起来 组织论三个 哪三个 第一个是什么 大家互动一下吧 组织论的第一个是 是什么 第一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什么 第三个是什么 第一个 对 没错 是组织结构模式 组织结构模式 组织结构模式 有三个模式 哪三个模式还记得吗 哪三个模式 一 二 三 是不是有一个是职能 组织人工具方法 那是影响系统的因素 记错了 这是组织论 组织论 我说组织结构模式 第一个是不是职能组织结构 第二个是现行组织结构 第三个是什么 第三个是什么 是局阵 没错 是局阵组织结构 好 这是组织结构模式 第二个是不是分工 分工分为两个 哪两个分工 第一个是工作任务的分工 第二个是管理职能的分工 管理职能的分工 是不是 好 第三个 第三个就是工作流程 工作流程分为分为三个 哪三个还记得吗 工作流程 哪三个 哪三个 工作流程是分为哪三个 啊 对 信息物质和管理 好 管理的话 记者付款 还有设计变更 等字眼 物质的话 就是具体的某一个事物上 物质 然后信息的话 是不是与数字有关 与数字有关的 就是这么记啊 就是这么记 所以通过组织论这张图 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学完 来看一下四图两表 四图两表 第一个是 第一个是什么 结构 项目结构图 是不是项目结构图 第二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项目结构图 第二个是什么 项目结构图是用什么 什么线进行表示的 它的局形框代表的是什么 是不是用竖线进行表示 对直线进行表示 然后它局形框代表的是 工作什么 是不是工作任务 代表是工作任务 好 第二个是组织结构图 组织结构图 它代表的是什么 首先它是什么 用什么 用箭头 用单向箭头 双向箭头 还用键线来表示的 然后它局形框代表什么 组织结构图 组织结构图是单向箭头 然后它代表的是指令关系 指令关系 它的对 局形框代表的是工作部门 各工作部门之间的指令关系 第三个是合同 合同结构图 合同结构图的话 它是用什么来表示的 然后局形框代表的是什么 合同是双向箭头 没错 它代表的 局形框代表的是什么 局形框代表的是签合同的参与者 参与者 好 这是第三个 组织 还有还有什么 还有工作任务 工作任务分工 工作任务分工的话 分为两个 一个是工作任务分工表 一个是职能分工表 我们想一下管理职能分工表的话 分为五步 拿五步 五步 拿五步 第一步是什么 第一步是什么 对提出问题 第二步是 第二步是什么 筹划 没错 第三步是什么 第三步是什么 决策 第四步是什么 执行 执行 第五步 检查 很好 检查 在筹划里面是有多个方案 然后进行比较 多个方案 然后进行比较 进行比较 这是筹划 这是筹划 所以工作 还有一个 就没有了 没有了 这其实就是这么多内容 学来学去就是这么多内容 还有一个是 线 线 线 进行组织结构模式 它适用于什么 适用于大型的 还是怎么样 还是中小型的 还是小型的 它是有几个指令员 它的特点是什么 中小型企业 它是传统的组织结构模式 它是 线行的 是不是只有一个指令员 但是由于 由于什么 由于过长 容易失真 消息容易失真 太长了 容易失真 可以想象的就是军队 就是军队 还有一个是什么 除了线行的 还有一个职能组织结构 职能组织结构 它是有几个指令员 多个指令员 对吧 多个指令员 然后容易出现矛盾 好 还有一个是矩阵 矩阵组织结构 矩阵组织结构的话 它是有几个指令员 适用于什么条件 是有两个指令员 适用于大型的 好 没错啊 非常好 非常好 大家都跟上了 大家都跟上了 其实我 我觉得学习就是应该是这样的 应该是这样的 然后如果你自己回答的东西 这些都是都会记着的 都会不会不会不会 不会成为别人的 都是自己的 这些都是自己的 好 我们前面内容都讲过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另年真题 来检验一下 2015年的一道题 关于影响系统目标实现的因素 正确的说法应该是选哪一个 好 我不念了 然后大家给大家几秒钟的时间来做一下这个题 大家都互动一下啊 今天人非常多 大家都学习都很积极 来了的话就把题做一下 好 答案都选A啊 答案都选A非常好 我们看一下 他说组织 组织是影响系统目标实现的决定性因素 还还还有一句话是什么呀 目标目标是什么 先有目标后有组织 对不对 先有目标后有组织 然后才有组织是他决定性因素 决定因素 看一下B 系统组织决定了系统目标 刚好相反了 而是目标决定了组织 所以B是错的 看一下C 增加人数数量一定有助于 不一定 因为你看一下你增加的人数的这 这群人是素质怎么样 如果是笨蛋的话 那那肯定是不会有助于这个系统目标的实现啊 看一下人这个素质怎么样 D生产的方法和工具的选择与它无关 总共是三个因素 有组织生产生产方法和工具 总共是三个因素 所以它肯定是有关的啊 所以选A 好 非常好 非常好 好 第二题是2015年的一道题 某工程这个施工检查发现了外外外面砖的质量不合格 经检查发现是供货荒的质量问题 项目决定了要更换供应商 该措施属于项目目标的哪一个 是管理措施还是哪个措施 一 等一下啊 等一下 我把它给退出了 大家抱歉 我刚刚应该点错东西了 好 应该选 应该选B 应该选B 好 可以了 已经好了 应该选B 有组织的话 如果是管理组织经济 他们四个都出现的话 一定是有组织的 选组织 所以项目不决定要更换 是因为供货质量出现了问题 是组织的原因 组织措施 有组织一定选组织 有组织一定选组织 应该选B 好 16年的一道题 16年的是下列组织工具中 可以用来对项目结构进行独层分解 一看到独层分解 你立马就想到 它应该是哪个图 应该选哪一个 非常好 应该是项目结构图 进行独层分解 它是竖织结构图 然后进行独层分解 应该是项目图 项目结构图 应该选A 这是2017年的一道题 某住宅小区施工前 施工的项目管理机构 对项目分析 分析后如下图所示 该图应该是哪一个 这就很简单了 知识点会了 这种图就非常简单了 首先你看它的特点 它是不是竖杖进行独层分解 然后橘形框代表的是工作任务 1727 27又包括哪个洞 哪个住宅楼 所以它一定是项目结构图 项目结构图 好 看一下第15年的一道题 15年的用来表示 组织系统中 各自子系统 好 各元素间的指令关系 这个才是重点 应该是用哪一个图 来表示指令关系 来做一下这道题 你们都选2吗 你们都选B 你们都选B吗 再重新看一下 选B的重新看一下 它代表的是指令关系 工作流程图 它是有指令关系吗 它是逻辑关系 工作流程图 它是逻辑关系 这题应该选C 应该选C的 组织结构图 它是表示的是指令关系 指令关系 好 18年 18年的一道真题 关于项目结构分析的说法 正确的是 A 同一个建设工程项目 只有一个项目结构分解 B 居住的可以进行独层分解 C 群体项目最多可以进行了第二层 D 单体不应该再进行结构分解 好 看一下这个题应该选哪一个 选B 应该选B 看一下第一个 同一个建设工程项目 只有一个 是有多个分解的方法 看一下C C说群体最多可以分解成二层 第二层 可以进行独层分解 一直分解 D是单体工程不应该进行 单体工程如有必要 也可以进行项目结构的分解 项目结构分解 所以应该选B 单体结构 这个题 指示点 单体工程如有必要 也应该进行项目结构分解 好 第七题 2016年的 找错 他说关于管理职能分工表 错误的是哪一个 好 读下题吧 这个题做一下 题有点长啊 题有点长 既然选B B要选 对对对 选错误的 选错误的 看错了 对 他说 仅用 仅用岗位描述书 应该用哪一个 是我国用岗位描述书 那应该国际上应该是管理职能描述书 不应该是岗位只能 不应该是岗位描述书 所以应该是B是错的 B是错的 找错误的 找错误的 好 15年的一道题 这个长包商就 以完工的经经验合格的工程提出了支付申请 监力工程师 这个复合后 业主批准了支付申请 此工作程序属于哪个流程 总共是学了三个流程 看一下是哪个流程 非常好 非常好 都选D 他是管理 是付款吗 付款吗 支付 支付申请吗 是不是付款 应该是管理 物资的话 他是要有一个具体的实物在 然后信息处理工作流程是要有一个 要有一个数字与数字有关的 与数字有关的 所以应该是管理 管理还有如果这里说的是设计变更 是不是也应该选管理工作流程 管理工作流程 应该选D 好 第九题是施工单位 施工单位编制了项目管理任务分工表前应该完成到工作 他问在编表前应该完成的工作应该是哪一步 这就是考察任务分工表那个程序 总共是三步 最后一步是编表 应该选哪一个 完成的工作可以有两项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把工作进行分解 第二步呢 除了分解之后要明确各个部门 而各个工作人员的要明确任务 要明确任务 第三步才是 第三步才是编表 才是编表 所以应该选B 有选A的 有选A的 明确工作流程吗 是工作任务 A是错的 他是要明确工作任务 如果A说的是明确各项管理工作的 各项不是管理工作 而各项工作人员的任务的话 那A也应该选 他说只要在他完成工作之前都可以选 应该选B 分解 分解工作 分解工作 A错了 A错了 好 看一下15年的 15年的一道题 关于组织 这个是多选题 关于组织结构模式 组织分工 工作流程的说法 正确的是 好 选一下 多选 一点 问题 有选B 现在 有关系 要任务 法 业 有关系 程度 有关系 有关系 的 从 有关系 有关系 对 有关系 好答案出来了啊答案出来了 好答案不同意 不要求你全对 但是不能错 但是不能错啊 大部分还是都对了啊 大部分都是对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组织结构模式反映的是指令关系 是不是对的啊 他反映的是指令关系 第二工作流程组织反映的工作逻辑关系 是的 B也是对的啊 B也是对的 C组织分工是指工作任务分工 工作任务分工 它是有两个分工是什么 合还有一个合是管理 管理还有管理工作任务 还有一个一个是工作任务 一个一个是管理职能分工 管理职能分工啊 好D啊 C错了 他少说了一个少说了一个 看一下D 组织分工和工作流程组织都是动态的 刚好相反 它是呃不对 管理呃组织分工是静态的 工作流程是动态的 所以它是错的 看一下E 组织结构模式和组织分工是一种相对静止的 对 它是对的 只有一个是静态的 就是工作流程组织是静态的 应该选ABE啊 ABE C和D是错的 看有没有多选的 你们 你们看有没有多选的 好 第十一道题 是2018年的一道真题 每每一个建设项目 根据其特点应该确定的工作流程应该有哪一个 工作流程 多选啊 多选题 好 这个题选一下 哎呦 咋那么快 好 来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他说跟工作流程 工作流程 首先看一下E 肯定是有E 有信心处理的工作流程 有E 好 有E 施工工作的流程 施工作业的流程 施工作业的流程也有 也有 然后设计准备工作流程有 施工 招标工作阶段的流程也有 他说D 工作任务分工的流程 工作任务 它是一个静态的啊 它是个静态的 他没有啊 A B C D E 全部选了 工作任务分工 工作任务分工 它是个静态的工作流程 工作流程 它是一个动态的 D肯定不选 对 D肯定不选啊 A 设计准备工作流程 施工招标工作流程 施工作业流程 和信息处理流程 都是包括在工作流程里面的 所以应该是A B C E 没有D啊 没有D 好 第2016年的一道题 下列组织论 基本的内容 属于相对静态的组织关系 应该哪一个 这个就很好选了 那张图 组织论那张图 你要会 这很快就算出来 静态的 排除动态 都是静态 好 抓你时间选一下 好 已经出来了啊 静态的组织分工是静态的 物质流程组织 信息流程组织 以及还有一个是管理 它都是工作流程 它是动态的 所以它都不选 然后看一下E 组织结构模式 它也是静态的 所以应该选A和E啊 A和E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第四节 第四节 第四小节是 建设工程的项目的策划 大概有两分 大概有两分 策划的话 项目的策划 它的目的是在于什么 为项目的决策和实施进行增值 两个阶段 一个是决策阶段 一个是实施阶段 增值 我们策划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值 两个阶段的增值 决策阶段增值和实施阶段的增值 第二 策划过程是专家知识的组成 组织和集成 以及细心的组织和集成的过程 其实质是知识管理的一个过程 是知识管理的过程 是一个开放性的工作过程 开放性的工作过程 它包括两个部分的内容 一个是决策阶段的 决策阶段是定义 严格的确定是项目开发的任务和意义是什么 关键字就是书上有好一大段 你就看它如果带总字的 就是决策阶段 就是这样一个决策 带总字的就规划 规到决策阶段 它是比较宏观的 第二个是实施阶段 立项之后形成的指导性的项目实施方案 是立项指导性的实施方案 确定是如何进行开发和建设的 关键字也是分 如果决策阶段是总的话 那实施阶段就是分 进行分解 进行分配 进行再论证 所以有分 有分解的 有再论证的 就是实施阶段 有实施阶段 你也可以用排除法 去掉总的 就是实施阶段的 所以这个 这个啊 总共就一页 一页的题 但是它有两分的 它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一张 性价比比较高的一张 它来回考 就是考这些内容 考决策阶段 实施阶段 然后包括哪些内容 包括哪些内容 我们只要知道决策阶段 有带总的 实施阶段就是分解 分配和再论证 就OK了 好 看一下题 例年真题 2014年的一道真题 它说关于 关于建设项目的策划 说法正确的是 选一下 好 应该选B 应该选B 它说指针对 凡是有指啊 锦啊 这种字眼的 你都不要选 多选和单选 都不要选 它肯定是 肯定是有疑惑的啊 肯定是有疑问的 它说指针对项目的决策期 和实施期不对的啊 整个期 决策室都有啊 决策室都有 好 它说指在为决策和实施增值 这书上的原话 C 工作 工 工程项目策划师 是一个封闭 它是一个开放性的工作啊 D 其实质就是知识组合的过程 它是知识的管理过程 不是组合 是知识管理的过程啊 知识管理的过程 总共就那么几句话 它都考在这个题里面了 都考在这个题里面 应该选B 好 15年的一道题 项目策划中属于决策啊 看一下是决策阶段的策划 应该是哪一个 合同策划 决策 你就看看什么 有什么字 有什么字的 决策阶段有什么字的 一眼就可以算出来啊 一眼就可以算出来 我我其他我都不懂 我都不懂 只要有一个总字 我其他都不管 我就要有一个总字就可以了 没错 有一个总字 那总体方案 管你什么总 就选上 确定实施期间 实施期合同结构的总体方案 那就是宏观的 有个总字 好 这是15年的 选D 好 看一下18年 我们再试一下 这个方法 还是考的决策 15年考了一次 18年考了一次 决策阶段 合同的策划 应该选哪一个 没 有选D的 好 有选D的 你想一想啊 我其他我都可以不懂 我 我都不可以不读 我只要是总字 只要有个总字 总体方案 总体有总字的 选C 选C 这就是 这就是 其实 这就是做题 一些诀窍吧 16年的 下来项目中 考察 实施阶段 如果你决策阶段 有个总字 那我实施阶段 排除掉总 排除掉总啊 排除掉总 他说 万一有两个答案都在总呢 那我这分 我就不要了呗 里面的太多内容啊 我们只需要是用最短的 然后最简单的方法去掌握最多的内容啊 最多的内容 应该选哪一个 排除掉总的全部都是实施阶段的 全部都是实施阶段 应该第一个带总 第二个带总 那第三个也带总 那只有第四个 他具体的某个实施 实施了 那就选D 好 刚刚有同学问 如果有两个带总的怎么办 你读完这句话 你就在琢磨 他是 是比较宏观的一个 就是比较宏观的一个指导性的意见 还是落实到一个实处的 就是比较细节的 也具体实施的一些东西 那你就选实施阶段的 如果他比较宏观的 具有指导性意见的 那他就是 他就是这个决策阶段的 如果没有 如果有两个总的话 有两个总 没错 看宏观 看宏观 还是看性 看卫观 看辉观 还是看卫观 好 看一下第五题 是14年的 还是考什么 考实施阶段 两个实施 两个决策 两个实施 两个决策 应该选哪一个 如果有三个总 通过意思啊 通过意思去看 那我让你背 你最好的方法 就把背下来 你能背得下来吗 背不下来啊 太多了 我们所以就用一些 就是用一些所谓的 就是头去起脚的一个方法啊 所以用最少的时间 去干最多的事情 啊 实施阶段 实施阶段啊 有总体的 有总的 有总的 我出的 这些题都是历年真题啊 不是我出的 是都是历年真题 历年真题 你可以从历年真题看看 他不会太特别为难你 特别为难你 都是从历年真题 才 呃 才总结的啊 才总结的 所以啊 所以大家还是 还是就是说 还是就是说 用 还是那句话 就是用这个比较少的方法 然后去做比较多的东西 好 今 应该是最后一道题了啊 最后一道题 今天这个电脑咋回事 稍等我一下 我看一下 是不是最后一道题 对啊 这是最后一道题了 最后一道题就是这个 好 下节课的话 我们呃 从第五章开始 从第五章 五五六两个节啊 今天内容就到这里 大家可以回去 把这两个小节的内容 自己再总结一下 刚刚我们讲的呃 讲的内容 然后讲的知识点 自己再消化一下 今天的时间刚好 到九点啊 到九点 好 今天下课 然后课件的话 明天 下课 Geb